做電文的御用作詞人方文山 首次指導的新電影 聽見下雨的聲音 日前在郊區 拍攝電影中重要的主場景 在方文山的大力邀約之下 演員徐嬌說要來台客串 第一次和方文山合作 徐嬌顯得相當有潤有餘 嗯...就是我覺得台灣 台灣的導演都是非常有文藝氣息的 所以這部電影是非常有文藝氣息 剛好我也挺喜歡一些小清新的東西 所以感覺都是非常nice 兩位方文山在電影裡 找來不少大牌好友 跨到客串 也讓大家好奇 平常吃膠勝賭的周杰倫 竟然沒有出現在電影當中 杰倫同學他現在在演唱會 上海演唱會結束 現在應該在北京演唱會 他本身就紛爭乏術 我還是為難他 不過他有參與音樂上的協助 對 這方面 就像天台我也有參與音樂上的一個合作 一樣的道理 十分忙碌的周杰倫 也有新電影天台 將在七月上映 難道方文山不害怕 屆時兩部電影上映的時間相近 會被拿來做比較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去比較的啊 因為他本身對電影的投入跟專業比我強很多 因為從不能說的秘密 偷文字低 然後一直到清風霞 還有客串好幾部電影 他是編倒演於一聲 我現在比較單純 我只有倒 我沒有演 他比較辛苦啦 所以這 投入的程度不一樣 我覺得不好比較 謝謝 收入視頻娛樂 台北報導